大家好 基辅方面 乌克兰的最高拉达对外政策委员会主席 亚历山纳·梅列日科 他对中国表示 中国对台湾的主张是一种错觉 北京对台湾岛没有合法权利 梅列日科在推特上写道 中国共产党一直宣称台湾属于他们 但这是一种基于否定的严重失信和失效的 政治纲领的共产主义错觉 乌克争议的事实似乎是中国对台湾没有合法权利 那10号加拿大十位众议院议员也访问了台湾 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 加拿大的驻台北班日处公布了访问团的消息 并强调加拿大和台湾有许多共同点 也都理解国际规则的重要性 此次访问将有助于加强双面关系 访问团稍晚将拜会立法会 外交部本周也将会见蔡英文 另外和国安机构进行交流 加拿大的政界最近频繁的关注台海情势 加拿大的众议院加中关系特别委员会 3月底发布台湾报告书 紧接着有议员团来访 去年10月加拿大的众议院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 史格洛等5位的议员也访问了台湾 此次加拿大的访问团规模加倍 有10位加拿大的众议员 团长是众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 自由党议员马凯 美国的前国防部的助理部长 叫科普吉 7日在日经亚洲上投诉 他只说美国及其盟友不应该保守的评估 只要弃台中国就会满足 而是应该承认中国的野心远远不限于台湾岛 其中最有说服力的理由 是北京正在扩建军队以及海外军事部署 他只说近来外界大量关注 倘若中国武统台湾 美国日本澳大亚等盟友 是否会承诺捍卫台湾 许多人认为七哥台湾可能更简单 更安全 但从北京趾高气扬咄咄逼人的言辞 和中国国家主义邢平的个性 可以看出中国其野心远远不限于台湾 中国正在发展核动力潜艇 大型航空母舰 太空架构 长程导弹 加油机 更加强大的海军陆战队等 这都是中国想在亚洲乃至亚洲之外 投射决定性力量的迹象 北京也确实公开坦言想要达到这种等级的军事力量 美国政府指出 中国正在追求和探索其基地目标 包括南海岛礁 东南亚 柬埔寨 缅甸 泰国 印尼 印度洋地区的 吉布提 阿拉伯 联合酋长国 巴基斯坦 肯尼亚 西兰卡 塞西尔群岛 坦桑尼亚 南太平洋的索罗门群岛 甚至非洲大西洋沿岸的赤道锦尼亚和安格拉 那科普吉认为呢 就习近平的个性和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强权的目标进行合理评估 倘若华盛顿东京及其盟友选择放弃台湾 北京也不会在征服台湾之后罢首 真正让人担心的是中国的军事力量 将逐渐扩及至台湾以外离去 要是北京无法攻下台湾 其武力基本上仍然受到日本台湾和菲律宾形成岛链牵制 迫使北京必须在美国及其盟友容忍的基础上 对其进一步崛起条件展开谈判 但关键前提在于 美国与盟友确实能以合理的成本有效捍卫台湾 他警告 目前军事平衡持续朝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 那这样下去只会增加北京攻台的可能性 各国应该明白 这不会是北京最后的野心 那最后呢 我谈到我的看法 实际上乌克兰的这个议员的讲话呢 就是乌克兰准备打台湾牌 乌克兰打台湾牌呢 首先第一点打了国内所有支持乌克兰战争 支持乌克兰 支持基辅的这些人的脸 过去在我频道里有大量的留言说支持基辅 斯拉瓦乌克兰裔呢 实际上你要看到乌克兰问题的本质 不光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矛盾 背后是北约 是昂鲁萨克逊 而乌克兰选择投靠昂鲁萨克逊 这是中国不能接受的 所以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 中国有自己的考虑 而国内的很多专家 还有很多的亲乌派 有一些乌克兰驻乌克兰前大使公开讲 公开讲支持乌克兰胜利 这个乌克兰议员的讲话 我觉得打了所有现在在国内这些人的脸 打了他们的脸 我不知道这些人未来 还能不能公开讲支持乌克兰 因为乌克兰实际上已经变成美国的一个工具了 你再支持乌克兰不就支持美国吗 那你支持美国是什么目的呢 肢解俄罗斯 然后下一个肢解中国吗 就这些人呢 没有把思维放得更高 没有把整个的眼界放得更高 说白了没有什么 没有欧亚大陆视角 他只看到局部俄乌之间的问题 你要看到整个欧亚大陆和北美 和昂鲁萨克逊海洋文明之间这个冲突 你就理解乌克兰为什么这么做 为什么中国在俄污问题上 中国不会选择支持乌克兰 就说白格局问题嘛 有一些人呢 你看着好像身居高位 每天侃侃而谈 格局太小了 那格局 就严谨一些时事可以 每天跟你说说相声 有些历史老师给你讲点典故 可以了 一放大格局 放到欧亚大陆这个角度 一看 卧槽 不知道什么玩意儿 一下不知道自己说的对 还是错了 你看就没有格局嘛 就你的眼界不能放大 放大到整个的欧亚大陆的视角 格局太小了 那之前你看他在讲那个话 支持乌克兰 在说俄罗斯是侵略者 你看那些讲话多么幼稚啊 这根本不是一个国家侵略另一个国家的问题 这是整个欧亚大陆百年未有的大变局 习近平说的多清楚啊 这要把人类历史百年格局要改变 放到欧亚大陆这个角度来看 那这些人呢 和习近平整个的看世界 看问题的角度都不同 这根本没有习近平的一个 看世界的那种眼界 也就是说他们看问题 都是集中在一个点 没有把整个点扩散到一个面来看 而我这个频道跟他们最大的区别 就是从一开始看到了本质 看到了习近平能看到那个高度 所以这是我这个频道跟他们最大的区别 也就是你订阅我这个频道最大的好处 就可以看在更高的一个角度 提前就获得很多知识 你没有上这个当 你现在要再跟着那帮亲乌派 有些历史老师天天埋着俄罗斯那帮人天天讲 你现在是不是被打脸了 被乌克兰议员打脸了 那乌克兰就是要分裂你中国啊 那他投靠昂格鲁萨克逊啊 分裂俄罗斯和肢解中国 他不是一样的意思吗 就是昂格鲁萨克逊的目标吗 那你之前你支持乌克兰 你现在看看有多少在互联网支持乌克兰的那些 你反过来不等于是变相支持美国碎片化中国吗 自己不知不觉中成了汉奸了 所以你没有这个视角 你看很多问题 你看不到它的底层逻辑 也是我这个频道最重要的一点 这第一点 这打了所有支持乌克兰这些人的脸 他没有看到俄乌问题的本质 那第二点呢 实际上乌克兰也在要打台湾牌了 乌克兰要打台湾牌 加拿大也要打台湾牌了 美国要打台湾牌 看到没有 为什么打台湾牌 用台湾来制衡中国 在俄乌问题上 需要中国表态 需要中国支持欧洲 支持乌克兰了 那欧洲方面 还有美国分手打台湾牌的目的是什么 那就是挑动两岸局势紧张 很简单一个道理 中国如果失去了台湾 美国宣布台湾独立 打出台湾这张牌 一定动武啊 之前的逻辑不说了吗 中国一旦失去台湾 共产党无法长期执政了 所以习近平告诉拜登 跟冯德莱人讲话说非常清楚 在台湾地上让中国退缩 那是吃人说梦 吃人说梦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中国在台湾地上绝对不会退缩的 那最后就是动武嘛 一定开战 那实际上美国 他知道打出台湾牌的后果 两岸一定开战 那这是打台湾牌的意义啊 欧洲方面也知道啊 你看现在乌克兰方面 要准备配合着美国打台湾牌 未来就乌克兰可以承认台湾呢 乌克兰就承认台湾 打出台湾牌 美国方面 美国可公开承认台湾独立 中国呢 武统台湾 两岸开战 你要看懂这层逻辑 就是美国现在昂尔沃克逊 要逐渐打台湾牌 向承认台湾方面去发展 最终要给两岸带来战争 而台湾选择是配合着美国 台独现在很高兴 为什么 美国背后支持我们呢 但是台独最终的幻想是 美国为我们去死 这是最大的问题 美国真的为你去死吗 美国要的是什么 要打台湾牌 让中国付出代价 让台湾人去死 这就我看到的第二点 欧洲方面也准备让台湾去死了 而法国看得很清楚 法国人不表态 因为看懂了 这里边就是中美之间的矛盾 法国不表态 而乌克兰 乌克兰他没有其他的筹码 他只能打台湾这张牌 乌克兰跟中国有什么筹码 没有筹码 乌克兰现在希望 泽连斯基跟习平通过电话 他没有筹码 我中国不缺你 那乌克兰就打台湾这张牌 这不也是我的筹码吗 那你再看美国这个退役将军 讲这个话 中国的发展不止在台湾 那当然了 中国未来的发展 一定是超越美国的 中国的军力发展 未来也是超越地区的 成全球型大国的 那难道因为你这话 我中国就不发展了 就被你第一岛链锁死了 不可能啊 所以中国和美国 未来在台湾体上摊牌 你就看懂了 这是必然的 一定会在台湾体上摊牌 你台湾人你就知道了 你台湾的命运 最终的命运 就是中美摊牌那一刻 中国收复台湾 而你台湾变成美国的工具 跟解放军开战 你变成美国的炮灰 这就是你的结局 最后呢 也是我要讲的重点 就实际上呢 台湾的结局已经确定了 就是武统台湾 中国和美国最后就是要摊牌 武统台湾 而台湾现在能做的 就是在双方摊牌的情况 怎么能保证台湾最大的利益 这是台湾要做的 但是现在跟着民进党 最终会让台湾玉石俱焚 让台湾变成美国的一个工具 被美国当成炮灰 当美国的地缘政治棋子 这是非常悲惨的命运 所以我说台湾人要选择 所以我一直说 台湾呢 其实没有政治人物 台湾都是一些政客 没有长期打算 没有为台湾利益的 那些人都拿着外国的护照 说白了都是为外国利服的 而真正的台湾本土 为台湾利服的没有 都是一些短视的 他们看不到台湾的结局 都幻想着有一个外族 能够帮助自己 这多么可怜的 多么幼稚的行为 真正为台湾利服着想的 应该是保证台湾自身的安全 而不依附于任何外来强权 但你看现在没有 台湾依附于美国 以为靠着美国可以对抗中国 结果中美的最后的摊牌 最后的博弈 以台湾成为那个祭品 这是台湾人现在最大的可怜之处 你台湾的媒体也不会跟你讲这些 你只有今天在我的频道 你能听到这些 我希望台湾岛内有很多聪明人 也有见过世面的 也不被这民进党 国民党那些媒体洗脑的人 他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的 知道地缘政治 知道大国的博弈 应该自己想想台湾的未来 跟着美国 最后被美国出卖 最后被美国当成地缘政治牺牲品 真的值得吗 为了美国去死 而蔡英文 民进党国民党那些人 拿着美国护照 一家老少移民美国 接着在美国抗中保台 多么可笑的事情 这是多么可笑的事 这是台湾人的悲哀 台湾自己好想 最后我要问台湾人 连乌克兰这个远在欧洲的国家 都开始打台湾这张牌了 你觉得这对台湾来说是好事吗 连一个乌克兰战乱中的国家 都已经打台湾牌了 台湾的命运其实已经注定了 大国的地缘政治棋子 欧亚大陆 海洋文明 博弈的牺牲品